好,10點10分,我們就正式開始 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原本是AiTech是在台中的一個實體聚會 我們從2018年開始 因為在線上跟大家碰面,所以我猜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AiTech 所以我在這邊做一個簡短介紹 好,那我們AiTech是每個月一次,大概在星期六的早上10點到12點 或下午的2點到4點 原本實體聚會會是在台中的孟森林或國泰工藝大樓 來分享一些Deep Mining或AI相關的一些論文或演算法 那在2018年開始,大部分都是地腦視覺的論文為主 那在2020年開始,來有一些論文會偏向自然語言處理的部分 那更特別的是因為我們在分享演算法的過程裡面 也發現應用面的領域面的了解其實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今年也開啟了另外一個系列的一個分享 叫做誰來分享的頻道 那今天很開心落水可以來擔任我們誰來分享的一個主講 那這是我們過往在實體聚會的一個畫面 那這是在孟森林的一個場地 那我們透過實體聚會來進行一些AI的學習累積 那最主要是一些經驗的互相 因為在台中不像台北的資源那麼的廣大 或是大聲那麼多 所以我們透過實體聚會 讓我們可以逐步的累積我們AI的一些技術 那這是我們在會後通常都是會有很激烈的 不是激烈 一個很熱絡的一些討論跟互動的部分 那在線上的部分呢 因為比較沒有面對面 那也很歡迎大家開啟你的那個攝影機 來跟講者做一些互動的部分 好 那這是也是會後的一些回饋的部分 好 那除了我們實體聚會之外呢 我們在線上也把我們過往實體聚會的一些紀錄 累積在線上 比如在FB 我們透過FB來討論 分享跟一些單元活動的發布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入我們FB的話 可以追蹤一下 可以加入我們的社群 那我們也會把每一次聚會 當講者願意把一些錄影分享的時候 我們也會放在YouTube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回顧的部分 那除了FB跟YouTube 我們有在LinkedIn 來進行一個AI Tech的一個社群 那這個是我們的社群資訊平台 那在這邊可以查找過往的一些 我們InHub的資訊 跟一些報名的網頁 好 那我們在這裡也有特別整理一些 NLP的一些論文集 如果大家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下去下載 那如果你對兩篇論文很有感覺 那你想再做更深入的了解的話 你可以自己研讀一篇論文之後 然後可以來跟我報名說 你可以跟大家做導讀的部分 那透過導讀 我後來發現很多人給我的回饋 是透過導讀 他們會收獲的越來越多 好 那這是AI Tech的FB 那目前大概1600位的一些成員 那這是AI Tech YouTube 那過往的一些影片都在上面 那大家記得可以訂閱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次的一些分享 那這是2020年AI Tech的活動的 目前的一些規劃 那目前到5月 我們已經進行無場的MeUp 即使疫情 疫情有一些變化 那我們一樣就透過線上 讓我們每個月 NLP都不會中斷 那下半年的話 我們也會邀請一些獎子 來分享一些Edge AI的一些經驗 然後也會帶一些 一些股價的連過的一些實作分享 那另外也在積極邀請EURO B社做的 看是線上分享 或來台中進行一些分享部分 那也更歡迎大家能參與 我們一些錄影研討 或一些您有AI1的一些經驗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經驗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部分 好 那為什麼我們原本會是從AI Tech 是導讀 也算法部分 轉到所謂的 誰來分享這個單元呢 那其實是有 介於AI的應用弱地 其實需要很有力的強大的三支鍵 除了演算法之外 它還需要很精準的一些數據 而且它要把這兩個 產生的一些成果 應用在很有商業潛力的應用場景上面 所以對於工程師而言 不僅只需要知道演算法 假設它能知道數據跟演算法 之間互動產生的一些結果的話 會讓AI的落地會更加的一些順利 那所以對於精準數據方面 那時候我都在想說 那我可以邀請誰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弱水是一個指標性的一個廠商 就是它曾經接過很多的 它不僅是一個社會企業 那它曾經接了商版案的標準的專案 那華碩、工研院 都是它中華電信 都是它過往的一些客戶 那今天很高興 弱水能接受我們AI-Tech的邀請 而且有一個很有力的講者 我們今天的博君 那它是弱水的AI數據策略 Team的Leader 那它曾經在2017年 有得到奧迪Innovation Award的雙獎 然後2018年有到NVIDIA 去矽谷總部進行一些技術的交流 那2019年也有參與CSE的國際電子展 那所以可以說是經驗很豐富 那我們很歡迎接下來就是 由博君來為我們分享 弱水固網100個打造AI完美落地的 精準數據策略的經驗分享 那我們來掌聲歡迎它 那我就繼續共用 那我就繼續共用 謝謝 謝謝Mora的介紹 那也很佩服大家今天在假日的一大早 來參加這個AI-Tech的活動 那也謝謝Mora的邀請 其實我最喜歡AI的一個地方就是 AI它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但是它就是因為做太多太多事情 它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新的東西出現 所以在AI的一個趨勢底下 我們共同去把AI的knowledge挖掘出來 共同去做透過一些經驗的分享 share 這才會是真正可以幫助我們很多的 有關於AI的能量的奠基 所以我很開心也很歡迎大家 待會兒如果我們的分享裡面 你有任何的問題或是想法 都可以來做一些進一步的交流 好 先讓我分享一下我們的同一片 好 大家都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弱水AI數據服務實驗部的RDE的Leader 然後我是博君 今天要來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就是來分享說我們在過往的經驗裡面 看待這個AI走到數據真的應用到實際的場域 實際落地的時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來做跟分享 首先就如同剛剛Mora介紹我們的 就是弱水我們是一個社會企業 但我們這個社會企業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們希望透過一個 像我們的數據服務 透過平台加人的模式 創造真正AI的應用 同時這件事情能夠開啟我們這些居家的生長夥伴 有一個永續的居家就業模式 所以我們一個核心的一個宗旨就在我們 除了Make Money以外 Make Mini 就是我們透過這樣的商業模式 自給自足 然後幫助更多的生長夥伴 能夠一起參與AI 我們怎麼做這件事情 其實就如同我們今天的主旨 就是說今天講的都是數據 我們其實在AI的一個開始的起點 就是從數據開始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跟個普對接 先去了解他們商業上他們的應用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來進而去探究說 他們是不是具備這樣的數據資料了 然後由落水這邊 我們來幫他們去做數據的清理 數據原則的定例 然後數據的一致性的標註 最後把這樣的一個數據 交給我們的客戶 讓他可以真正運用在model裡面 做訓練 去做驗證 最後再來發現數據哪裡不足 我們再來幫他做更清楚 更清晰的數據切分跟定義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跟客戶算是一個 我們認為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那透過這樣子一個模式 我們能夠一直不斷的不斷的 讓他們的model越來越好 那我們也從中級取到 很多很多數據的經驗 那今天呢 我們就會來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到什麼樣的案例 然後看到什麼樣的數據精華 來我們怎麼做數據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跟我們多做一些 你在真正在做AI model上 如果你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可以來跟我們做一些交流 那在過去的經驗來講 其實我們接觸到的 專案裡面的領域 其實是相當廣泛的 這舉凡大家可以想像到的 智慧城市啊 智慧交通 智慧建築 智慧零售 工業4.0 智慧醫療等等 其實在我們的整個數據專案裡面 我們都有接觸過 那也包含了各種類型 從一開始大家比較常聽到說 我用bounding box 來做目標物的辨識以外 越走越精細 到pixelwise segmentation的分法 到後來現在人的動作行為 有一些posts 有key point的方式 股價來做辨識的演算法 這些的數據標準我們都做過 透過這些經驗裡面 其實我們會抓到幾個點 會發現在AI落地上會遇到的困難 分別就是這四個 第一個 通常在AI專案的主導者 他其實並沒有這麼了解AI 所以會導致說對AI有一個不切實際的想像 他可能認為AI可以do everything 一步馬上他就可以做到我想要 例如說我要喝水 所以AI就可以想辦法幫我把水變出來 然後燒完開水 然後把水倒好 然後我要喝什麼茶 還要自動可以完整的一系列的完全做到 這個就會是說他對AI的想像就已經太多了 over expectation 所以他沒辦法確切抓到 AI可以做什麼 AI不能做什麼 那進而演進出來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不夠熟悉 所以他就沒辦法循序漸進的說 我要怎麼訓練我的model 所以我說AI tech真的很棒的一個地方 就在這邊 從技術上出發 所以會先了解 AI的演算法 現在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它的限制在哪 它的極限在哪 因為我們知道 AI現在它其實還不這麼十全十美 我們會說 AI現在就是一個弱AI的演算法 它還不知道真的強AI 所以深度學習的 我們現在會把它定義說 它其實是輔助人類更方便的一個工具 OK 那通常 我知道我的演算法有什麼樣的功能了 你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之後 很重要的一個真正從理論走向實際的一個點就在於說 我們需要真正實際場域的圖資 實際的場域圖像資料 才能幫助我們在應用上的AI能夠聚焦而不發散 透過聚焦的方式 但是我們就能讓那個model它就真正能了解 我這個應用到底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它才不會表現偏差 最後我們有圖資了 更重要的一點 我們怎麼將圖資裡面重要的人類資訊萃取出來 所以我們在AI專頁有時候補法落地 就是我前面三個都具備了 到最後一環又卡住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標注原則不清楚 所以每一位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 很常大家會落入一個苛舊 就是說我看到這些資料 所以我今天要做例如行人偵測好了 所以我看到的所有人我都要標 那是不是今天所有人都要標呢 如果今天標到一個可能他走在路的邊邊 然後被遮掉幾乎全部的 只剩下一隻手在外面的這個要標嗎? 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的數據的原則定定的過程裡面 都會一一的釐清 什麼該標?什麼不該標? OK 所以當這個四個元素具備的時候 我們才會說你的AI有機會 就會進入到真正的實地應用裡面 好,那我們就來做這四個無法落地的原因 來一一探究說我們怎麼做會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突破這樣困境的方法呢? 第一個,其實我會把主導者為實際了解AI跟為尋訓漸進的訓練模式放在一起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我們要先了解AI它到底能做什麼 所以我通常也都會推薦說其實每一個團隊都應該要建立屬於自己的AI工具庫 這剛好就是前幾天我才跟我的夥伴在聊說 因為我們有AI工程師 我就在聊說最近的AI的演算法你幫我整理一下看看有什麼新東西如何 結果它一列出來滿滿的一大頁 然後很多我看不懂的屋頂 像剛剛在裡面Mora分享說我們後面的排層裡面還有YoloV4 它是一個很新的最近很夯的一個演算法 所以其實因為最近算力的提升 我的演算法其實一直不斷的推陳出新 所以你知道稍稍一不注意你可能就漏掉說我哪個AI的演算法有最新的效果 可是我沒有注意到 所以在你在做整個AI應用之前 我們一定會強烈建議一定要先建立一個AI的工具庫 因為你要了解你要做什麼樣的應用 有沒有相對應的AI演算法可以讓你去使用甚至去精進 所以分法有很多種 我這邊列的是一個很大概的說我今天的所謂AI model AI的演算法有分為可能有分類的有做物件偵測的有做segmentation的 也有說我在創造更多的資料可能性的game等等 這些都在我們的範疇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在做一個AI應用的起點之前 其實你就會知道說我要選哪一個系列別開始去做研究跟分析 那也因此就不會對於AI能做什麼這件事情 會有一個太高層的想像說我用了一個 換句話說我們來隨便舉一個上面看到的例子 例如我用了一個 object tracking的sign mask的model 那我就希望它能做到segmentation裡面的精細度 然後又要做到object detection裡面的準確度 這些東西就不會這樣期待 我們會用對的model來去做對的應用開發 好,那決定好model我覺得對現在像各位 我如果了解到其實我們很多都是科技的夥伴 所以是工程師的夥伴 所以鏡頭幫我跳下 就是科技的夥伴 所以其實演算法我覺得對大家來講都不是難事 其實都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說 今天我要用哪些演算法 我今天要從哪個地方找演算法 然後有時候IQ1一踢下去 有很多砰砰砰砰砰砰砰 很多一些論文出來 其實你可以很容易的清楚掌握到演算法 然後好好的去分類它 但是其實我們要跨入一個實際應用場域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實際場域的圖枝 好,那有些人就會問 我今天AI model這麼多了 然後看起來效果也不錯 為什麼我不能直接拿來用就好了 這裡我很快列了一下一些object detection 包含最近很夥伴的YoloV4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去看它平常的precision rate 其實你會發現它就大概是50% 50 然後甚至差一點還有到30幾 你會發現如果我今天在實際場域運用 通常我們的要求就希望是 我希望有98%,95%,甚至百分之百 所以現在推出來的AI model 它有它的調校空間 但我不是說 那現在model不好 不是,應該說 AI model它們這些open出來的purpose 它不是為了我們的應用而生 它是為了general purpose 所以每一個model它的誕生的原因都起來有字 就跟我們以前在開發演算法一樣 它有一定的目的 跟它一定解決的問題出來 YoloV4為什麼現在這麼行 當然原因是Yolo系列 其實我們都知道最早期更早是 FestrCN是最久遠的演算法 這個久遠的演算法 它其實解決目的是我general purpose 我什麼都能做得到 所以衝的是準確度 衝準確度之後 後面的所有一系列 跟著FestrCN出來的 這些演算法都是走 網路越精細 然後越多層 像Google大家可以知道 甚至有上百層 甚至困境到千層的演算法出現 它為目的達到的都是精準度 可是今天大家既然已經知道 AI這麼厲害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去讓它 實際到Edge端應用 所以Yolo系列出來的目的就是這邊 我犧牲一點點準確度 但是我的performance能夠提高 YoloV3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在這塊YoloV3 從精準到有效率這件事情 它trade off之後 犧牲了蠻多的準確度 但是效能很好 YoloV4出來又再更奠基上去 那不論怎麼說 這些演算法的考量 它的開發它的設計 其實都是for general purpose 所以現在的AI model 如果我們今天要直接套用到實際場域的時候 一定得重新由我們的團隊工程師來去做調整 好 那有些人就 欸對,我已經知道了 AI model很重要 然後它應該說 AI model它有需要調整的空間 所以我持續調整它 那我就去找數據吧 那數據其實沒錯 有很多open data set 所以open data set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在做survey 初步列出來的好多種類 Data set 就光有object detection的Data set 有segmentation的Data set 有用來做tracking的Data set 那光keypoint就有分人的還是只有手的 各式各樣的Data set的確在網路上可以很輕易的找得到 但其實他們具備一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它還是有缺 因為它當初的設計其實它也不是為了我真正要做什麼應用來做的 所以像我舉個例子 現在最有名大部分的AI演算法在開發的過程裡面會採用的Data set 是coco data set coco data set coco data set 我把它的裡面的分類拉出來就是80種的物件分類 所以你會想像的事情是世界上這麼多東西這麼多的應用80種絕對是不能涵蓋的 所以你一定要透過增加一些數據進來之後讓AI model更了解你今天應用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它辨識的物件是什麼 好 這個是一個在月初五月初的一個新聞 在我們弱水的blog裡面也有分享這樣的一個文章 這個在講Google 如果在弱水blog我們還有另外提了一個MIT的另外的演算法 我這邊提的是Google的演算法 其實Google的醫療的演算法 其實它在2015年的時候 其實很早以前它就已經宣稱它的model很不錯 然後可以去做一些並爭的偵測 所以它在美國那邊當然沒有接受到FDA的認證 所以它沒辦法在美國落地開始去做實驗 但它就把它推行到 我記得沒錯的話是菲律賓去做測試 好 結果測試之後它發現了一個問題 新聞當然寫 我們就他們都用一些很陡大的標題叫出師不力很摔跤 事實上它沒有真的很摔 它的問題點在於是說它今天就是在走我們一般會在走的過程 從實驗室裡面的研究走到真正應用端的時候會遇到的問題 尤其是醫療這個特別明顯 因為我醫療的時候是最難取得它的醫療數據的 所以回過來講 它其實在trainmodel過程裡面一直在缺乏實際場域的數據 所以當實際場域數據不夠的時候 我今天一落到實際場域 發現跟實際場域的樣貌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們沒辦法很快的直接套用在Prada裡面 所以他們又要再利用實際場域數據再走一遍他們原本的training過程 所以其實一開始如果我們在設計應用端 如果能越早得到實際場域的數據進來走 那我們離應用就會越靠近 我們總結一下 剛剛有提到其實我們很多state of the art 包含現在的AI model 它能做很好的做通販的偵測應用 它有open data set來做一些基礎常見物件的 我不是說他們沒用 因為他們為我們打下很好的基礎 就像我們剛剛藝成有看到的 backbone的概念是一樣的 因為backbone做的目標 它其實就是幫我們找出一些generalize的各式各樣的feature 透過我們疊加上去的演算法類 讓它萃取出特徵的關係 進而決定我們要真正的實際場域的偵測物件 所以一個是我們後面要幫它變加的演算法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實際場域的數據 所以其實在如果我們真正想把AI運用到實際應用裡面的時候 數據絕對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好 那今天有數據之後 當然下一步就會想說 我們要怎麼標注 那這也是今天我特別就是為了這一場分享裡面 我就去跟我們的PM去挖掘他們在處理數據的一些經典案例 來做跟大家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當然就是我抓了三個案例 就是來跟大家說sharing 那如果你在真正你在做AI應用開發上 你會發現這三個跟你的好像有點雷同 可是又有點那麼不一樣的時候 歡迎在待會裡面 如果我知道我可以分享 那如果不知道我就幫你帶回去 那也歡迎待會有些聯絡資訊 你可以透過聯絡資訊來詢問我們 我們很樂意去分享這些經驗給你們知道 OK 所以像第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今天遇到數據了 我們有數據了 然後開始也定義好問題了 像這個數據裡面 我們的數據類型叫bonding box 就是最傳統大家一開始看到的bonding box 那應用情境它就是商場人流 其實它模型就有一些困境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的model 總是把氣球也變為人形 OK 那這件事情就尷尬了 因為如果我們在我們自己的domain know-how裡面一直在鑽下去 我一直都在做商場的人流辨識 一直在看這些人流 看來看去 其實是看不出個所以然的 所以在我們過去裡面 因為我們累積了很多 雖然不同場域 但是一定有很多跟人有關的辨識的時候 我們都會累積說這個數據的人 我們要怎麼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處理過程裡面 我們不會是說今天只要看到人 就把它框起來 這麼單純去闡述這件事情 我們會規定的很清楚說這個人 他符合到什麼條件 例如他一定要半身出來 然後下半身不見的時候 我就不標 那他一定會有一個很明確很明確的條件 定義好之後 我們才會進行標註 所以如果只是一般 我們在鑽自己的那個數據 標註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 把我們直接 AI想要辨識的事情 用很主觀的方式去定義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客觀的定義出 我發生了什麼問題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後來我們怎麼做 其實我們都是用原則的方式來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在裡面我們後來就是 從新請客戶再給我們1.5萬張的圖 我們後來把它重新產生了25萬個人形框 而且我們加上了一些客觀的條件在上面 其實有一些特殊題 你會發現這個條件 考慮的點很多 包含說我從背面 遠方 玻璃後方的人 他要適用這樣類型的條件 是他一定身形夠多 也就是說 我今天人的比例 這樣畫面 就是出現看得到的部分 一定要很高 我才可以框一個 我肉眼看出五官不清的人 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他打破一個事情 是說 我們原本只是想像說 我今天要做人流辨識 所以如果就 我從演算法找出發 我個人一定會這樣想 如果以前在探 一開始 沒有在跟我們騙人 在這些交流過程裡面的時候 然後我以前在做人流偵測的設定 是 標註的設定是 我知道 AI演算法它有最小限制 那時候是20x20 pixel 最大 忘記多少了 但是我就會說 只要看得到的 就給我標起來 20x20 pixel也很小了 沒差 就開始標 所以 所以 這樣的一個思維下去之後 其實那 model出現問題 你根本無從去判斷 為什麼我的model 就是表現不好 所以那時候的我在 training model的時候 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裡面 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我們把這樣主觀的一個想法 轉換成這樣一個客觀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有很多quiteria 可以來做配比的動作 然後來找出真正的原因 所以在這個原則上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定義清楚 解決 就能解決說 為什麼model 會把它變成氣球 就是把氣球也看成人 這件事情 所以透過這樣的模式 我們很成功的幫助我們的客戶 他的model 就不會再把氣球當作人了 人就是人 氣球變成人 如果晚上來看 可能會有點驚悚 好 再來 要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案例的部分 剛剛有講 就是我們bounding box的類型 應該說 標準的類型 它越走 會越精心 越走越多遠 最近我們接比較多的案例 就是 也有一類叫做 關鍵點 Keypoint的方式 那 我們客戶會希望是說 Keypoint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就有點像玩遊戲的Keynet一樣 我可以做一些人的行為的辨識 讓人清楚知道 人的肢體樣貌會是怎麼樣 所以就像上面大家看到的 這些圖的樣貌 就會發現是說 我其實就找每個人的很多很多的點 那這個點 其實有點不明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對吧 好 所以我就說 P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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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做這件事情 他就貼了一張這個圖 可以啊 看一下 OK 請問有什麼問題你呢 他只問可不可以而已 好 如果過程裡面 你有問題的你可以隨時留言 然後我到一個停頓點的時候也可以做回答 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是 因為這是一個交流 所以大家不用太拘束這樣子 好 那我就繼續囉 如果有問題大家隨時可以讓我知道 好 那這一件事情就很有趣了 我說那你們怎麼做 結果他丟了一張像這個 中醫診所的一個人的骨架圖 好像真的在看健身中醫廣告 那種空發空空那種感覺 好 對我來講如果真的是一個 就是存在做演算法 早期早期我在做演算法工程的時候 當初理解的Keypoint 它並沒有這麼精細 可是會發現 其實真的越痛越深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這個點 它其實是有意義的 它有這個點代表是頭頂 代表是鎖骨 代表是右肩 代表是腳趾等等 那這些狀況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其實我的Keypoint 它不單單我們想像那麼簡單 它要很精確的點到每一個位置身上 所以它這個點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看起來25點我已經知道為什麼了 25點就代表頭頂代表鎖骨 代表哪些地方 那我們來點它吧 結果今天出現的一個真正的實際圖詞是這樣 每一個人 他都是被包覆著的 所以我沒辦法這麼的清楚知道說 它的頭頂代表頭頂 鎖骨是鎖骨 然後膝蓋在哪裡 腳在哪裡 甚至大家看到集中在身體中間的那些點 都不是像我們真的在看股價圖那麼簡單 會發現說點點點點點 所以其實光是對於人的深度了解這件事情 我們對我們的標註師其實開了五堂課 在教大家對於人體的了解 好 那我今天補充了人的知識 人的調解之後 看到我這樣一個站立的人 我就可以開始標達了 但是我們知道人他其實是有千奇百態的 如果我可以做這樣子也可以做這樣子 各式各樣的動作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假設今天像有個我們找了一個仰臥起座的圖來講 我一樣也是要點25點 我在training的時候 keypoint不會變少 keypoint不會變少 我還是要把25點點出來 所以很多點相對來講就是要腦補了 一樣 我們要怎麼跟大家講一個客觀一致的做法 來去腦補這些點 讓每一個點它的位置是在它真正該在的位置上 這時候我們就代用一個做法叫做透視法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們在做一個人的keypoint的標註的時候 不單單只是說 我今天了解一個domain knowledge 我知道人的樣貌之後就結束了 它其實還要運用一些方式 一些工具來幫助我們更清楚 而且能一致的把正確的標註定立下去 所以像這個剛剛看到這樣子仰臥起座的人這樣子的人 它的點其實我們肉眼可以很明顯看到藍色的點 我們可以把它點出來 可是它相對應要腦補的地方 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知道在一個平行線的情況下 它在遠處看來講它會結結在一個焦點上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焦點往後拉回來 延伸出來看到該腦補的位置 你會發現像左膝的點我們看得到了 然後透過這樣透視法的方式 我們就能打在右膝點的位置 這樣子我們就能確保說我們現在的點都點在正確的位置 在腦補上大家的原則上也會一致 然後把它點對 OK 好 那在專案的第三類型呢 會是另外一種挑戰 這也是一個常見的一個類型 就是最近常浮現的就是我們開始有一個跨境追蹤的一個分享 那跨境追蹤這件事情呢 其實它難的點就是我們必須非常清楚掌握到空間與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做這樣子想要一致性的去抓出來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會只直接看那個鏡頭的畫面 而是會去跟他跟我們的客戶或是跟我們的夥伴 索取他的當地的空間圖 透過了解這個空間圖呢 我們就能清楚大概掌握到 每一個鏡頭每個人的走向 他大概是一定會經過哪些鏡頭 因為可以想像到他絕對人應該不會像遊戲一樣閃現了 所以他應該就是會從第一個鏡頭走到第二個鏡頭到第三鏡頭 他也不會穿牆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就可以開始拆解說 其實哪些鏡頭它是一個set 它是一個關係 哪些鏡頭它其實就不會跟其他有一些互動關係 因此就可以開始切出來 切出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了解一件事情是 人的記憶力到底能夠到什麼樣的程度 有些人他很厲害 他可以記到七支鏡頭的狀態 有些人他只能記到三支鏡頭的狀態 所以其實在數據的裡面 我現在又分享給大家另外一個因素是 前面我們已經可以知道 我們從一些主觀意識裡面 我們想像的那些模糊不清的原則上 我們透過一些方法 透過一些精準的 domainology的提現 之後我們能將這些主觀的方式 變成客觀一致的數據原則 但同時我們現在要再疊加進來 是這個數據原則 它還跟人是有關的 因為在數據的一個創造的過程裡面 它其實就是靠我們要把人的知識 倒到這些數據裡面 而把這樣的數據交給AI學習 所以我們原則定好了 還要考慮到人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經驗裡面 跨境的標註裡面 你就會發現我們開始把人的因素 考慮進來了 就是人的記憶力它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做一些原則定定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 哦那一次你就得看超出人類記憶範圍的 說一個人就看十字鏡頭 那這樣子絕對會是造成 我到後面其實我完全記不起來 到底有哪些物件 它是同一個人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裡原則上 除了我們考慮數據的本質以外 也會考慮到我們標註師 他的記憶力 他的能力 他的智能的狀況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OK 好 那這個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在數據原則定義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很考慮的一件事情 就是數據絕對不能用主觀的方式去做 所以它會從主觀把它變客觀一致 那同時也會再墊加上去 其實數據師的這些 對於數據的敏銳度 數據的 domain know-how 這件事情它其實疊加上來之後 都會加成這個數據的原則的清晰 所以剛好也回答剛剛Kevin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會推測出這些原因 把地球變成人臉這件事情 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在定義數據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把一些主觀的意思轉換成具體的 因為什麼叫做模糊 什麼叫做清晰 其實在我們的一套理論裡面 大家就會看到說 五官不清的確是一個模糊 但是它該不該標 其實我們就用剛剛邏輯來看 如果他是一個完整的人 而且他不是透過遠方 或是隔著一層玻璃或是近射的人的時候 他是個清清楚的人 所以人模糊的時候我可以標 所以現在我們立即有一個這樣的原則建置下 這是一點 第二點 為什麼會知道那個時候 它會變成模糊的人 就會變氣球 或是氣球變成人這件事情 是因為這個其實是我們標註師的經驗 因為他在經歷看過很多種的人的資料的時候 他其實從裡面 他可以萃取出他看到的一些insight 他會說 我這樣其實人在掃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一定看得出來說 這些東西模糊模糊 哇 真的看起來好像氣球 可是為什麼前面的人 也能有些模糊 但是他不會被看成氣球 這個部分 我們在把這個經驗know-how 疊加到原則上的時候 就能像我們剛剛分享的一樣 就是我們把那些原則定出來 所以才能找到說 氣球變成人臉的關係性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發現我們是透過數據原則 然後一一的釐清這些問題 OK 好 再來就是我們已經了解AI了 然後也因為我們了解AI 所以我們現在找了一個場域應用 它是符合AI能辦得到的 那能辦得到了 然後我也去收集了一些實際場域 也為了我們的應用 定定好數據原則 可是這定好的數據原則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像我們講的 規劃了很多 但是執行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怎麼去把這件事情做執行呢 第一步 當然剛剛講主觀變成客觀一致 再來搭配的當然就是我們的標注師 其實在我們的團隊裡面 我們其實自己也訓練了很多標注師 有200位以上 其實我們一直在訓練他的就是說 第一個 他們對於我們的標注工具的熟悉度要有 再來是他們會一直不斷累積domain know-how 這個domain know-how 不單單只是一般我們講的說 我今天是做一個 例如是工廠的好了 所以我對於工廠裡面的domain knowledge很清楚 或者說我對醫院的domain knowledge很清楚 它更包含了一個東西叫做 specific knowledge的training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我今天人一樣是打25個key point 可是它不會是我們想像那麼簡單 只要看到就動動動動打完 它其實是要很精確的knowledge 才有辦法把點打到對的位置上 所以我們自己講的domain know-how的累積 我們標注師這些的累積經驗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他把這些資訊累積進來之後 他的打點不是憑感覺 而是憑原則再去做打點 當然我們在這些專案經驗裡面的標注師 他在不同的案子裡面 他可以累積不同的數據經驗 透過這樣的數據經驗 雖然我們說不同的應用領域很多 可是它一定可以萃取出一些通用的規則出來 像是智慧程式裡面有人 我們要標人 智慧零售裡面其實也有人的成分在裡面 也有人流 所以我們透過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應用 可以萃取出一層 所謂針對數據標注通用性的原則跟想法 所以我們的標注是可以帶著這三樣東西 工具的熟悉度 實際的domain knowledge 再跟過去的專案數據經驗 來確保我們每一次的動作都是在正確的原則上進行 而不是憑感覺 當然再搭配上一些我們PM 他們有一些在數據標注的流程裡面 會有一些 QC1 QC2的一些 嚴格審核 然後再確保我們每一層每一層 他會去看到我們數據的品質是穩定的 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們會再去做一些流程上的設計 讓整個數據的處理裡面 他不會一下子混雜太多細節太多考量在裡面 然後讓整個標注是複雜的 舉例來說 像有些在標注裡面 如果我們像在做自駕車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我不單單只是在做人的偵測 也有做汽車的偵測 那大家想MV的sharing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我自駕車裡面 除了這以外 還有一些piece-wise的segmentation 可以看出可行駛道路 然後可以看到旁邊是房子標牌是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 他在我們的處理流程裡面 我們其實會重新設計他的流程 我們不會讓他一次性的就是說 好你一個標注是哪 你這些全部都標 我們會把這些東西拆解出來 像剛剛聽到的 我可能有些東西都是bonding box 所以我用bonding box的流程 先階段先做這個 下一個階段 專心做segmentation 這樣子一連串流下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它的數據其實不會一次要考量過太多的原則 所以我就能確保 我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它是有品質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在過去的專案經驗裡面 其實也會萃取說 每個專案其實它有它的屬性 每一位標注師的能力 其實它有擅長 就跟我們所有人一樣 就是會有擅長的地方 也有不擅長的地方 或者是說會有特別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們只要讓特別厲害的人 例如我這個人超會拉框的 那我就讓他進到拉框案子的時候 就可以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們在整個標注機制上裡面 也都會再加一層說 我怎麼去流程再設計 讓正確的人到正確的環節裡面進行 這個是我們一次會有一個在數據品質一致性 還有一些品質上的一個建議 OK 我先在這裡稍微停一下 不曉得 我剛剛看一下我們的提問的那邊 大家有沒有問一些問題 好 那看來剛剛的問題有沒有答覆了 好 那回過來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做數據處理 其實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就如同我們剛剛分享的 數據它其實有一些基本原則 就是我們要了解 AI model能做得到做不到什麼 然後我們對數據的處理 必須用很客觀的方式 把原則一個又一個的定出來 更重要我在執行上面 必須非常的嚴謹 然後去把每一個環節確定說 每個人做到的都是一樣的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其實都是在做商業的產品應用 所以我們會非常希望說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轉動裡面是有效率的 所以在入水裡面除了我們會做一些精準數據的產生以外 我們更重要的是一個高效 所以在剛剛大家看到的這些我們的一些流程裡面 一些動作裡面 在我們裡面我們有一個叫做數據匯流平台叫PinMax 所以我們把剛剛那些的動作從專案的拆解、專案的理解到正確的人 Right people in the right loop這件事情 都系統化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同時我們平台也加了一個Smart Tool的功能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減少我需要花費的時間 所以像第一個給大家看的是叫做Deep Fit 因為剛剛講的數據品質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的原則裡面一定會有一條 就是說我的邊線跟物件它其實不能超過幾pixel這件事情 所以對這個來講我在執行上面一定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我一定要把它調好幾次 所以這個動作當然就花時間了 所以透過一些Smart Tool 我們用科技的方式來簡化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複雜度 所以只要稍微拉一個框 我就只能就直接Fit in得到最好的數據品質 剛剛講的數據不單單只有Bounding Box 也有一些更精細的像PixelWise 所以像剛剛講的我光是Bounding Box 我要講求它的精細度其實就已經很吃了 更不用說PixelWise 我必須非常到每個像素點 我必須非常到每個像素點 然後該哪些該畫哪些不該畫 其實都會非常吃我們的能量 也會在時間越長的標注就會越來越累 所以透過PtoWise的方式 我只要透過四個點 四個點我們就能將PixelWise的東西切出來 然後我就不需要再去真的那麼細緻的一個一個進去看 然後才把它完成 我們PixelWise這樣四個點出來之後 就已經是一個很精細的像素標籤了 這個過程裡面當然講的是Efficiency 我們會知道說今天我們有很多可以高效的方式來把數據處理完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我們的平台裡面有一個環節叫Data Intelligence 這個Data Intelligence在我們數據進來我們的平台 或在我們處理數據的一開始就會誕生 因爲什麼呢 它其實會包含了一些我們可以想像的是說 我數據產能的一個報表 良率的報表 我可以知道數據在產生的過程裡面是不是發生什麼狀況 我們可以及時掌握數據 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會出一個這樣的DI提供給我們的夥伴 說你的數據的摘要是什麼 你的分佈是什麼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其實是我們希望透過DI幫助大家去了解數據的狀態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我們尤其是圖像數據裡面會遇到的一些困難點 包含視角 包含光影 包含我物件 其實scale那個也會影響model能不能吃 然後像大家看到的我的形態不一樣 然後背景的複雜度 occlusion的程度 還有同樣都叫做椅子 可是它有不同種的變化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發現我們原本在講數據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一直著重在說我要辨識車 辨識人 辨識什麼很精確的物件上 可是我們會忽略掉說數據它其實有一個本質性的東西 就是上面大家看到的這些 它其實一個光影搭上這個數據 我們要辨識像左邊的一個企鵝的玩偶的時候 搭上來卻會出現三種不一樣的數據 所以在DI的部分就可以幫助大家了解到說 其實你今天的數據它的分佈是如何 了解數據分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在做一個數據訓練子集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將數據分成三類 training data validation data 跟test data 這三類 我們就是為了不希望我的數據是overfitting 這樣的分類它當然不能誇張 因為我這三個如果特別第一大段綠色的部分 我假設舉個比較具體的例子好了 像我今天要做車上的道路智慧交通應用的時候 我希望它能偵測汽車、偵測人 然後偵測機車這三個類型好了 結果我今天數據分類 對我收集來的三個都有 可是今天我今天丟進去第一個裡面的綠色部分只有汽車 結果我確認出來了 model漂漂亮亮的 可是我到validation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汽車資料 所以我一跑 就會像右邊這張圖一樣 overfitting 就代表說我原本綠色去圈得太汽車了 可是這問題不是在你的參數條不好 而是在數據裡面 你在配比的時候 就沒有按照它的數據的類別的分布來去做配比 所以很容易造就成說我今天的數據很容易就只fitting到某一個狀況裡面 所以透過DI就能幫助大家 我清楚把我的數據切分成不同等份 不同的子集 然後正確去驗證 找到我的最佳參數怎麼設定的 這樣一個資料數據不單是只是說 我就是靠說我今天的平台或是剛剛的專案經驗 就能完整完成的 所以它是透過我們的平台再加上人的能量 把這樣的一個智慧導入到數據裡面 然後成為一個完整的數據報表 這樣數據的圖表就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你的數據的樣貌 OK 所以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說 在我們整個的落水裡面 我們其實是一個社會企業 所以我們的整個服務裡面不單單只有平台 同時也包含人的部分 我們這些優秀的標誌是夥伴 其實我們當初就是看 我們團隊看到說在整個全台灣裡面 有100萬的生長夥伴 其中有80萬的夥伴 他其實很想要找一個工作 我們鎖定就是在這裡面 有14萬的居家生長 他們不方便出門的族群 創造了一個遠距的數據服務模式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在協助客戶的這些數據標誌過程裡面 靠著這些生長夥伴來幫我們實現 其實我們在過程裡面 這些夥伴們他們其實 認知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透過他們認知能力 其實他們也回饋給我們很多有關數據的 insight 我們也透過一些Cosera Like的課程 讓他更了解 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累積了很多 像一些domain know-how specific know-how 然後讓他們去學習去訓練 到現在其實我們已經訓練了大概就是超過330位的一個生長夥伴 他一路陪著我們也是在做一些數據的萃取能量 我們會說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透過科技的方式解放了人類的束縛 為人工智慧注入真正的人類智慧 數據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在做的如果一言以蓋之其實很單純 就是我們將數據灌輸了人類的認知在裡面 它才能讓我們的AI model 學習到真正我們的場域應用要用的東西 如果大家對我們在做的事情或是我們在怎麼處理數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就是我們AI blog 其實定期都會出一些使用的我們的專案經驗的分享 或者是一些現在AI它到底狀態是如何 在真正應用上是什麼樣的狀況 大家都可以來訂閱一下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問題好了 有朋友問說我們怎麼做資料QC的部分嗎? OK 資料QC的部分我會分為兩類來講 其實一般來講 在做資料QC的時候 兩類第一類是用流程的角度 一個是工具的角度 一般來講我們在做QC大概就有點像在工業裡面在做產線控管一樣 其實很少會說我今天一定要兩層QC的 第一個是在我們裡面在QC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定會透過QC1跟QC2的方式互相去搭配 然後將資料是層層的到手上 可是這個東西它其實如果我們always keep in這樣子 是QC走數據來走QC1走QC2 QC1走QC2 這件事情的話效率其實會不好的 所以的確我們在這樣流程設計上面 會蘊涵一些統計學的方式去把它萃取一些良率的資訊 然後適當的去調配我哪些數據應該同時過兩個人 或是哪一個階段的時候我數據該過兩個人 兩個階段再出去 這個在流程上我們會做一個優化 所以在針對數據標註的品質檢核這個流程裡面 我們會這樣子去來看待 那第二件事情 當然我們會透過一些技術上的方式來增加我們QC的準度 那也有一些技巧 那包含了一些voting system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些工具來抓取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工具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像有些狀況是這樣 就是我們會擔心說大家例如標車子好了 車子可能要標很仔細說這是計程車 這是救護車這些東西 它這些細節資訊其實如果我是用一張大畫面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就是直接實際場景的畫面來看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看得出來 所以然來就是你很像就是真的在過一遍標註式做的流程一樣 但是我們在QC上面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會是 我今天一次只看一種標籤 所以我們會透過一些方式 就是讓透過工具讓 剛剛講舉例是計程車好了 我就只點計程車 所以把所有計程車的數據 砰砰砰列出來 不太一樣了 因為你會一目了然 我很清楚我今天就是找計程車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裡面只要卡打掐腳踏車的時候 就說對這個就有問題 所以在這套QC的部分 我們都是用這樣兩個手法來進行解決的 第一個就是流程 第二個就是會用工具或是一些技術的方式來解決 OK 好 第二個問題是 segmentation標記物體範圍是什麼物件都可以這樣做 還是針對常見物件可以標記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方便 如果我沒有回答到 你可以再幫我細答 我這個問題理解是說 應該是詢問我們SmartTour P2M的東西 我們的SmartTour的設計上面 其實是做general purpose的 它是通販型的 所以像剛剛大家看到 我給大家看的例子 就是車能做 人能做 然後面包能做 我已經找到跟這兩個最無關的面包 甚至高跟鞋都行 所以在我們SmartTour裡面的設計上來講 是我們沒有針對某個特定物件 而是所有的物件都可以透過我們的SmartTour 去把物件快速的segmentation出來 好 好 那再來的問題是 企業內照可能是分散的 不一定是影響 不同data base 然後 快速有效率的匯整 好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我會這麼說 其實這有點是data cleaning的部分 因為現在的資料是分散的 這個我還是回過來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它還是回到我們在做這件事情最起初的一個點 就是 我們得以解決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是大數據時代 其實我隨便一撈Google一打 我都有很多很大量的數據可以找得到 不光是企業內部 甚至是我對外在做AI研究的時候 我們在找那個數據 像剛剛我列舉所有data set出來 其實每個data set都有每個data set的特性 所以 我如果從這個面向去看數據的時候 其實會很辛苦 因為我等於是從數據抓insight出來 通常這種做法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讓AI進來幫我找這個規則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要解決 企業內很specific的問題的時候 我會用問題回過來找我要有什麼樣的數據fitting進來 所以其實又回過來講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做AI應用的時候 第一個想的東西還是我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今天要解決什麼問題 大家會想說我們公司 其實有時候也不太知道自己問題在哪 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照我們剛剛建議的幾個方向走 會是非常有幫助的 就是你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痛點在那裡 這個痛點可能是一個很高層次的 你可能上某件事情並有效率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是一個賣場 所以我會說我希望我的客人多買點東西 好這是一個很空泛的想像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當 通常我們跟客戶對話也會開始這樣當下來 所以你的這個問題的轉化是說 你希望發現客戶他看什麼物件比較久嗎 然後或是說你希望看到在影像裡面的 camera 如果知道你希望看他停留在哪裡比較久 所以你會發現問題會越當越小 最後你會發現他其實在剛剛的監控的視角上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想要偵測的是這個人停留在商品物件的時間的多寡的時候 你的問題就會變成是AI能解決的問題了 是我先至少要做一個AI的人流辨識這件事情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從問題開始一直探究探究 再搭配上我們剛剛講的我們具備AI的一個資料庫 AI的想像然後數據資料庫 這些東西奠基起來就夾擠出我們真正要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雖然企業資料是分散的 但是回過來講你就可以直接從這些分散資料裡面找到真正你想要的 把你想要的資料萃取出來 那也有人問到說一個案子從開始到結束要花多少時間 溝通時間 好 那一個案子的開始到結束其實這個蠻看客戶的大小 因為其實我們的客戶其實有不同階段 這剛剛也講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AI的應用它不是一次落地的 它沒辦法說我今天想好這些 然後馬上就要進來蹦出去 不太可能 它在前面驗證的階段要繞好幾次 到production階段的時候它也要出去再回來一次 所以一個應用的完成它不會是一次 所以它是有階段 所以從POC的想法驗證到小場域的fuel test 到真正的production它有不同階段 那不同階段你要需要的量 按那個數據量會不一樣 那數據量不一樣 就會影響到我開始到結束的時間 我量大的 我當然一開始通常量一定是最大 就是我希望累積一定的大量之後 再往上一直走走走 最後才會到Specific裡面 Domain Know How的場域裡面 那通常量大的時候 那個時間就會比較久 但是它案子絕對不會是一次結束 所以它會不斷的這個階段一個驗證looper走完之後 再回過頭來再看數據一次走完 所以按著長短大概是這麼看的 但我們在跟客戶溝通的往返時間 其實這個也還蠻吃 就是我們在客戶本身自己第一個 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應用 但是平均來講 我們會在一個禮拜內的時間 將跟客戶對完原則 然後去釐清他們的應用目的 當然這個還是很吃說 客戶本身對於自己的應用清不清楚 如果我只是單純對原則的話 其實我們只要清楚應用原則 然後清楚 我們其實也有一些專案經驗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很快的去收斂到說 我的原則怎麼樣遞定你遞 但我覺得我們還會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數據的樣貌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訂完之後 很快我們訂了一版出來之後 我們會開始執行 執行完我們很重視的一件事情 就是整個feedback system 就是數據師會告訴我們 他看到這個數據樣貌跟這個原則 其實是他超出我們原則定義的範圍 就是數據太多元了 所以他會feedback回來 我們就會一直去調修給客戶 然後把原則再精進 所以在整個案子走完的時候 這個原則其實會對於整個數據的了解 是會binding非常深的 OK 好 那也有人問到就是 unbalanced資料的問題 好 這個我覺得這問題非常好 因為在AI數據裡面 應該說AI研究裡面 我們分好幾個面向 當然有些是研究說我AI做某件事情 它的model準度怎麼往上衝 有些是研究說 有supervised unsupervised 然後semi-supervised reinforcement這些的一個領域 然後也有人在研究說我今天怎麼去解釋AI 所以我們可解釋AI的研究 其中一環就是這個問題在問的 就是我這樣怎麼unbalanced處理 unbalanced其實它會是一個另外的AI研究 說實話那個我沒有看得很深 但是在資料處理上面 我們會怎麼說來把這個balance 用數據的角度去把這個資料balance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在數據標註裡面 其實我們一定有一個最細最細最細的標註 我舉例像汽車來講好了 在汽車來講說汽車其實有分很多種類 就例如叫車、卡車、貨車、公車、連結車 這五大車類 可是當然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剛開始起步 在收集智慧交通的數據商的時候 我其實最終目的想辨識這五個 因為這五個應用如果到那麼細 我就很清楚 很多應用我隨便舉例像 我可以做某些類型的車 我可以套用在超速的應用 因為大車比較超速 小車超速線可以比較高這件事情 可是實際下去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之前的數據收集完 為什麼DI很重要的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我整個數據標註完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條路上大車特別的少 連結車也很少 風車也很少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我現在的數據是unbalance 這時候會建議兩個策略 一個就是今天從應用的角度來講 我先放掉數據比較少的部分 剛剛講大車的部分比較少 我先把小車的部分train起來 然後去驗證我們的model的準確度 這是第一步 然後趕快去補充這些資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做法 我會建議你可以再往上提一層 因為通常做智慧交通不單單只是說 我做車的model 也可能做人的model 機車的model 所以再往上提一層 這些東西都叫做車 所以往上提一層 我們先做車的model這件事情 所以對你的應用來講的話 它就不單單只會當到這麼細說 我今天一定要做到這麼細說 汽車什麼大卡車這些 先做到這裡 剩下的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用非AI的方式解決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AI 其實更specific的講它叫深度學習 事實上底下還有一層 也很久的演算法叫做淺層學習 像大家聽到的SVN ADA Boost 甚至用決策術的方式 其實只要讓AI去做這樣子的奠基的時候 下面這個東西你再用上來 其實效果就會比原本純用SVN好很多 這跟我們在做AI研究是一樣的 這是我的想像 因為我知道我們在做AI研究 其實前期就會先放一個backbone backbone backbone在設計上來講 它其實就是general purpose feature 所以大公司他們都在做這件事情 我收集很大量的數據進來 然後讓它可以把feature萃取出來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就在練習他們的能量上面 開始塞類了 然後重新 我開玩笑 其實我們如果要做應用 一定要讓它overfitting 讓它overfitting到我們的應用藏均裡面 所以我就是塞類了 然後讓它fit in到我們的應用裡面 所以換句話說 所以我們在用AI導到實際應用裡面 我們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記得資料是unbalance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可以用策略性的方式 繼續收集我的資料 同時我把我的應用 再往上疊一層我們的標注 汽車表面系 我們先講車 然後我在店家現在現有的SVN 或是我現有的一些CVN 雖然把進來 我就可以做到更初步的分工 那我就可以讓我的AI更明確的落地 所以你會發現AI其實在應用落地裡面 它就會變成一個環節 而不是它一個人同胞所有的過程 所以這樣可以更加速說我AI怎麼落地這件事情 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是問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估出多少label的資料 才能足夠訓練出足夠好的模型 我這邊其實honestly講 我其實目前這塊沒有特別好的方法 但我可以提供一個concept是這樣子 就是標注這件事情 從題目定義其實你可以概略的估得出來 所以我剛剛有說一張圖 說DI的那一張圖 是說它有很多種類 我們加D字好了 剛剛有一個大家記不記得 DI的最下面我往上 給大家看一下 DI的這一塊 你會發現都是椅子 可是它裡面的椅子多元很多種 所以如果是這個類型的 你會發現光是人的肉眼去看這個物件 它的type很雷同或很多元很難收斂的時候 通常你要準備的數據量一定要大 因為你才有辦法個別收斂 其實你知道雖然AI是一個黑盒子 各位應該都比我還熟悉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黑盒子 可是裡面做的其實都是一個統計數學的連結 它一直在算每個算式的關係性 然後微品質這樣子去連結 所以當如果我今天所採取的定義 我的數據太相近的時候 你一定要足夠的數據量 就可能萬等級的 然後才有辦法做初步的結果 但是我今天的東西其實它很單純 我一看我偵測兩個物件就好 然後一個是杯子 然後一個是原子B好了 這兩個它只要偵測兩個 而且它物件的太樣其實差很多的時候 我基本上我可能幾千張 我就能看出好的結果 就會看到一個初步的結果出來 所以我今天到底要多少數據量 其實還是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你的應用上來講 你要辨別的物件這件事情 它的特徵是不是很雷同 如果它越清楚壁壘分明的時候 你的數據量其實不用多 就可以看到初步結果 當然講這大家會覺得 怎麼會 就是這樣還是不太清楚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從什麼樣的數據開始 其實你至少要萬張 一萬張兩萬張甚至五萬張左右 到萬張等級的時候 你才能開始看出一個數據model的可行性 OK 另外再多提一點好了 因為最近五月底 Google有出一個新的model 叫做Big Transfer 這個還蠻厲害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背貌底的model 然後它就宣稱它的絕對準確率增加了25% 過去所有的model 剛剛講的Average Rate Precision Rate大概落在50幾 所以加25的話大概就是75到80的左右 那你仔細去看它的model的時候 剛剛講它是Babon 所以它做的是General Purpose General Feature的萃取這件事情 它其實有分三條線 我不確定我沒有打那張圖 看看有沒有發 有我剛好想說如果有機會有問到 我會跟它share這個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Big Transfer 它就把它分三類 這三條線代表什麼事情呢? 綠色線我用的data量比較少 藍色線用的大概是百萬等級 然後橘色線是300億 所以它宣稱的增加25%是用3億的圖資去增加的 為什麼它用那麼多?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剛剛講的 當我今天的數據的type是很general的時候 很general的時候 我的數據量一定要大到這樣的地步 然後我的數據的所有樣貌都要夠diversity 夠大才有辦法做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數據量的多寡取決真的就在於說我今天的應用 所以換句話說也給各位一個 我個人的想法分享就是說 其實在題目定義上來講 大家可以先從明確的 然後我最後... 大家知道AI後面其實有點像選擇的題目 他說這個機率高一點,這個機率高一點 我們讓它的選項的差異性是大的時候 是最容易驗證出model是不是適用 然後是不是能套用在場域這件事情上 剛好也可以解決剛剛前面講的unbalance的問題 好,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如何評估圖片label的好壞 例如框不準或框太小還是人工評估嗎 很好,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回歸到 為什麼我們希望這個數據 它必須從主觀的角度轉成客觀一致的原則 因為如果我今天是主觀的角度會說 今天我認為這個好這個不好 是我覺得 可是當我們今天一切都回到原則上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好與壞 全部都套這個原則來判定 所以框不準、框太小這些事情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事情開始分工去處理了 因為框不準 因為這個東西是人的心智去看的 所以我們用人的角度去看 準與不準 但框太小這件事情 我就可以切分很明顯 它這個就是我原則上的一環 所以我就可以自動化的去判斷說 yes 這個不行 甚至其實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連標都不讓它標 因為我們這些原則化很明顯的條件的時候 我們在一開始前面 就會讓我們的標注師 從標注師本身的training上 跟我們從我們平台工具上 同時相輔相成 不符合規則的 就不會出現在他們的標注上面 透過人加工具的方式去確保跟評估 我們整個Label的好與壞 當然你說所謂人的content的東西 像attribute 除了位置以外 我們會說這個標對標錯 這是計程車還是這是人這件事情 這個內容attribute部分 因為它是我們把人的內容萃取出來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一樣 也是人進來去看它是對的還是錯的 這樣子 ok 好 我應該因為我這個問題沒有 我之前沒有用過 應該是沒有把問題漏掉 好 請問請問還可以問問題嗎 可以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就是像剛剛講到那些smart tool 像例如說那個p2n那個部分 有提到說它可能是一些比較general的東西 例如說麵包啊車子這樣子 它會給一些建議 所以它也是建構在說 可能它已經有一些pre-chain好的一些wait 還是說它是用一些不是chaining-base的 例如說一些原本的傳統的CV的手法 去幫忙給出這個建議嗎 因為我們會問這問題想說 如果我們今天遇到的case是 可能比較special 例如說是工廠的 我們要看某種 defect 那可能就沒辦法像是車子或麵包這種 那麼general 那是不是它就沒辦法 會有這樣的建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像剛剛講到那個di的部分 那個部分確實應該是蠻關鍵蠻重要的 只是我們在想說 平常我們如果接收到專案 也會想整理這種部分出來 但是感覺這好像都是要靠人去整理 不知道落水那邊它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還是說其實你們已經更smart 那個已經是自動就可以產生 你不需要透過人去整理出這樣的內容 了解 好所以剛剛是那個楊德的提問嗎 對對是不好意思 你好 剛好Morash 好因為這樣楊德問題問得很好 就是smart tool的部分 剛剛看到的smart tool部分 我跟各位說 我們的確是用AI model去來做training 它其實也是個AI model 那我剛好提到AI model 其實它有分好多好多個類別 那包含object detection segmentation 這些都是一種分法 我剛剛那只是一個類別上的分法 那楊德提得很好 因為如果我今天 我解決這個問題的smart tool 是用傳統的rual base 或是其他computer vision的方式來解決的時候 其實很快我就遇到困難了 因為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像segmentation 因為我們最早期最早期在CV做的時候 就是一個前景跟背景的一個差異性 就是在算景深這東西 那景深第一個我想到就是 那我就是把邊界抓出來 所以邊界的演算法如果是用傳統CV 我很快就fail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們有個例子是做一隻熊的 熊的 熊的那個例子進去之後 只要是用edge detection的方式去抓的時候 因為它背景都是它棕色的熊 然後後面也是棕色的圖案 然後棕色的樹林 動物園也是棕色的 所以edge detection進去馬上crash掉 就是它完全沒辦法抓到它的邊緣 所以的確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smart tool的時候 我們不是採用role base 而是採用AI的方式來解決 這個AI的方式我們稱之為interactive的AI 它是另外一個樣貌的AI 就是一般我們在追求的AI是說 今天我全部都需要電腦自己做完 我希望AI把我所有事情做完 然後我只做最後的判斷 也就是input全部來自電腦自己決定的 他現在看到這張圖我看到這個影像 他直接自己去做所有的分析 那在我們的座裡面 因為剛剛有提到 其實我們數據從一般數據到真正有用數據的時候 它所謂有用數據其實它更精確來講 它其實裡面已經蘊含了人類智能上的資訊在裡面 所以在這個數據產生的過程裡面 人絕對是不會缺少的 所以我們在model的採用上 我們就用interactive的AI的原因在這邊 就是我input裡面 我除了這個數據本身以外 我還要透過人的方式提供它更多的資訊 以達到精準 所以換句話說 工廠的我們當然還沒有實際 真的讓這個smart tool上去做 但我有信心它可以上去做到好的效果 是它絕對不會像如果base的方式馬上上去就crash掉 因為我今天除了讓電腦自己去看以外 我能去做一個指引者的方式 其實這個概念有沒有真的很像我們在做AI訓練的那種感覺 其實AI現在很聰明沒錯 但它其實都是看我們人類去一直去指引它 往哪個方向去走哪個方向去學習 然後得到好的結果 所以interactive的這個smart tool也是一樣 我透過人的方式帶進去 所以我今天就算是做工業視點的方式 我一樣是用人的方式給它初步指引之後 再交由AI接棒把這個東西建立出來 所以我相信在 defense上面是有機會能夠達到好的效果 它的適應力也會很強 不過這個我們可以在持續的一些嘗試會更清楚明朗 另外講了DI的部分 DI其實是我們在今年度一個很大很大的目標 我們也是在嘗試說哪些東西它是對我們的客戶真正有意義 我們也在收集回饋 所以參與的各位 當然大家對DI有什麼樣的想像或什麼想像的information 隨時也可以跟我們聯繫 那這邊我們在講的事情就是在DI裡面 我們今年度花很多心思去看它的好處、壞處 哪些attribute要的卻不要 那現在我們做的事情是我們把人的過程裡面 會先從他們已經標好的標註裡面萃取資訊出來 也就是說我今天標註類別、標註的分佈、標註的種類 這些東西去做 所以還是人的成分居高 沒錯 就是我們用人的方式整理 那但是雖然說人的方式整理 因為我們會搭配我們的平台上去 所以也不需要說到人真的下去自己去 知道就是一筆一體 然後去把這些特質另外拉出來 我們會透過平台的方式在人在標註的過程裡面 把這些information也collect起來 然後匯集成我們的DI 我覺得當樂題的很好 因為在DI裡面我們的想像也是 當其實這些information萃取夠了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幫各位用更smart的方式 把這些資訊從數據裡面萃取出來 就不論你剛剛講的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是室內場景跟室外場景這件事情 其實數據本身一開始就應該要分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這個室內場景、室外場景是不一樣的 室內的光線都是相對穩定 室外場景光線多變 這是一個問題 那室外場景一定也有所謂晴天、陰天、雨天這些東西 換句話說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很像我們現在每次手機推成初心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他判斷場景的AI model 所以事實上的確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可以讓這件事情做得更smart 我可以利用一些AI的方式來輔助這件事情 更快的定案跟定型 對 所以以上是對楊德提的兩個問題的回答這樣子 也謝謝楊德提問 你要開發可以直接問了嗎? 謝謝我是楊德 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 可以啊 那個就是因為你們的整個流程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QC的部分 那QC這部分其實在工廠也會有所謂的OQC或什麼 因為我以前是統計背景 所以不免就會想到說 這部分就會牽涉到像有點類似統計要去確定說 這個在側的性度 或是不同人之間的判斷的那個可以排置性等等的 那我想問的是說 那你們在做QC的時候呢 你們可能也會去檢查說 要嘛就是這個人在不同時間點對於同一張照片的標註有沒有一致性 或者是不同人對於同一張照片的判斷有沒有一致性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過程中你們在 你們系統在設計的這樣子要去測這些一致性的時候 然後他的抽樣也是去參考或類似有這樣的統計的基礎 然後去做一些檢定 還是說主要還是呈現結果去給User判斷這樣 基本上我覺得楊德真的是統計的專家 果然統計被請出來的 這些細節當然我可能我們的PMQA Team會更特別的了解這件事情 那我就就我知道的部分來回答這樣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的QC的抽檢過程裡面的確會有蘊涵一些統計的成分在裡面 那我們平台寫出他們的事情是說 我們提供它相對應的設計設定好的UI 讓它可以去抽取它想要抓出來的母體跟它的抽樣素 所以這一塊其實我們用了統計學的方式 把良率這件事情掐得更精準 那這是一點 那另外其實有一個我覺得它跟工廠QC更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其實楊德也幫我們提到了 就是你知道像工廠的來講 如果我的產線是機器的話 其實機器是產品的一個管道渠道來源 那其實機器它的一致性跟穩定性的確是不變的 幾乎不變的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這樣子一路這樣走下來 那所以在我們的流程裡面 在平台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裡面 剛剛提到我DI的部分不單單只談說 我跟客戶我今天給客戶它的數據太一樣這件事情 我連同在我們數據產生過程的裡面 DI會把剛剛我列的很單純就是良率產能這些東西 也會在過程裡面被拉出來 那楊德提到一個關鍵點就是 其實我們也在考慮同樣的一件事情就是 人在不同時間的一致性 人在不同的測 甚至連我們稱之為工項 就在不同數據工項裡面 它每一個的一致性是不是一樣 這個也是我們會再從平台的角度 再拉取出來看的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所以其實我一直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在做數據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同時我們用了這些數據 來回饋我們自己在做數據標註系統這件事情 我想系統不單單只是平台 而是我們人跟平台在這樣的一個數據處理流程裡面 如何互相協助如何互相支持這件事情來看待這樣子 所以楊德幫我點出真的是我們在努力的方向 就是在人的上面來講 我在不同時間不同狀況底下 我的那個數據一致性 我們其實會透過平台再把這些數據撈出來 然後進行分析來看 謝謝 好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楊德提問 還有人要問的嗎 那另外我在訊息欄即時通裡面 也有先留下今天AITAN聚會的一些問卷 然後再麻煩大家幫我做填寫的部分 讓我們後續AITAN能舉辦更棒的活動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我自己也有問題想要問 喔好 問博恩的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您剛剛有提到就是 假設現在一個公司有一個AI專案的需求 所以當他有一個大致上的想法的時候就可以跟你們公司做間接跟聯絡 是沒錯 來評估這個事情的可能性嘛 對 然後所以從定義問題開始 然後假設問題定義好了 那他就會準備好資料讓你們進行做一些標註 然後去溝通彼此之間哪些是需要標註的哪些是不需要的做一些調整 沒錯 那當標註好之後當然客戶就會先拿一些標註好的資料去做建模 沒錯 那建完模之後當然也會發生 建完模之後就如同剛剛有一個 你可以問到的問題就是 當他建完模之後發現 用落水標記好的數據來建模之後 發現有很多false positive的問題的時候 不知道這樣的問題您會給客戶一些怎麼樣的建議 讓他們能提供怎麼樣正確的資料 或者是標準上要怎麼做調整 來讓這樣的情況可以下降 OK 我覺得false positive這個問題 其實它在於 我覺得它是在Deep Learning裡面一個比較 真的真的它很需要數據來協助解決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像淺誠的那個 早期我們在做很早很早 因為我接觸的AI的部分不是從Deep Learning開始接觸 而是從潛層記憶學習 就是AWS、SPM這種東西開始接觸 那時候在解決false positive很單純 就是我今天錯的我全部撈出來 所以我撈出來之後 全部當作副樣本一直狂丟進去 副樣本一直丟一直丟一直丟 丟進去之後 那些檢查自然而然就開始自己trade off 我這邊填了這邊是靠近副樣本的 所以我就開始往那邊丟 只要看到這個我都往那邊丟 它不是我要的 這是潛層記憶學習的做法 好 那到深度學習的時候要怎麼做呢? 其實有一點像 但也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深度學習它沒有這樣子去做 就是很明顯我有一個false positive的選項 因為我的選項太多太多種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有false positive出現的時候 我會建議一件事就是 先把這些false positive全部抽出來看 這個一定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把所有false positive的狀況 全部抽出來看 其實抽出來看的時候 原則上應該就可以看出一些問題了 換句話說 當初為什麼我們可以找到 像剛剛我們案例1的那個 為什麼全部氣球會變那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都是 一聽到這個不對 所以我們全部把那個muggle的東西抓出來看 就是false positive嘛 然後就咚咚咚咚咚咚出來 第一步我就看 到底是哪些類型都會被誤判 所以其實像剛剛那個問題是 氣球常被判人臉這件事情 它就是false positive第一關 就是我知道就是氣球 氣球出問題了 好 氣球出問題之後 我們就會往下來看怎麼看呢? 往下來看 我就會回去對應到我的數據原則 這時候如果數據原則 它是一個一致性客觀的時候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就會拿著這樣子的資料 開始對我的數據原則開始走 走說走這一關過不過 過,走這一關過不過 過,走這一關過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它是因為符合了這樣數據原則之後 它會被誤判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在數據的原則上面 再多加一條支線 或再做數據原則的調整 回過頭來去修正這個false positive的產生 所以其實換言之一件事情 在數據 在deep learning裡面 我處理數據沒有辦法像潛成那麼簡單 我只要看到不對 我全部丟到完全不對那邊說 機器這就是不對 但是deep learning可以做的事情 是我一樣抽出來 然後去找到癥結點 然後癥結點之後 回過來就是要對我們的數據原則 所以數據原則一致性可以賣穿 它的脈絡可以貫穿整個 我們在驗證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 我是不是這個數據很客觀的被定義清楚了 所以我是透過這樣的數據邏輯之後 找到這個 所以數據原則它 當然它沒有這麼高級到說 它可以完全的理解AI 我覺得那個就太過了 但是它可以讓我們找到數據的脈絡 所以我們如果有fost positive產生的時候 我會建議這麼做 就是第一個全部列出來 找到問題癥結點之後 拿回來跟我們數據原則去做比對 然後就會找到一些有機可循 再來回調原則 然後讓我們的model更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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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要提問的呢 那我自己在問你 沒關係 其實大家太多 你在幫大家問 好好 也是也是 你這樣講我就心安理得多了 我想問一下 那就是其實現在很多公司都希望透過AI 來做一些產品 或各公司發展的一些定位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肉水是在怎麼樣的契機之下 慢慢朝往標記這一個服務領域來做發展的 因為 因為不是每一個說 我現在想往什麼樣的路走 然後就會達到什麼樣的願景 那你們是怎麼一步一步來找到 這一個標記服務的一個位的 理解 那剛好我有準備這個 slide 就是 看左邊看這個 對 好 其實弱水我們在 這個真的要講到弱水的一個歷史 其實在弱水在早期早期 其實我們是一家創投 那當然我們的目標 我們團隊目標 其實就是為了想要解決一些社會議題 那當初我們就看到了有個生章人士的這個一環 那在2012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團隊 就是嘗試了大概 我印象沒錯 有29個經驗吧 對 29個經驗就是 都失敗 所以 事實上我們是一開始就是先篤定好一件事情 是我們希望能夠解決 就是身上就業的議題 所以我們來開始找我們一些可以fit in的商業模式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我們找到這個binting 就是我們建築建模的部分 然後來讓我們可以出門的身上夥伴到現場來然後做一些建築建模的動作 然後工作這樣子 那 經過這樣的一個成功的案例之後呢 我們會在想一件事情 其實能出門的身上夥伴 它是一部分而已 還有更大一部分 它其實是 剛剛有看到有14萬的夥伴 它其實是不方便出門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我們怎麼樣能夠提供一個就業機會 它不用出門 它在家就能做的 所以我們在2017年就開始做這樣的嘗試 其實我們的團隊真的就是有去不斷的加仿 去看每一位身上夥伴 他到底為什麼不能出門 然後他遇到了什麼樣的狀況 他們什麼樣的問題 之後很幸運 我們其實也是受AI的受益的團隊 就是我們發現在AI數據這一塊 它是有機會可以用身上居家的方式去做到的 所以我們才會在18年的時候 開始結合了所謂AI數據服務這件事情 然後讓更多在家中無法出門的身上夥伴 能夠透過居家的工作的方式 為數據去注入一些人類的智慧進去裡面 所以其實應該是說我們一開始 但是也都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目標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讓身上夥伴就業 所以我們是以這個作為出發之後 團隊才找到說 這個AI數據服務可以創造一個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我們希望是用AI數據服務 為我們的客戶加持他們的AI應用 同時也能開創一個永續的居家就業模式 這是為什麼我們會找到這個議題 那時候看到這樣的願景我覺得還蠻訝異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很需要幫助的一群 對,好,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的 然後課後問卷的部分再麻煩大家幫我填 我剛剛看到只有四個人 謝謝 請大家幫我填 大家也可以多一些回饋給我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 我今天其實最主要的是說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我們在處理數據上看到的一些事情跟一些經驗 那就跟數據一樣 就是數據的本質一樣 它其實是有不同領域 不同狀況跟不同態樣 永遠等著我們人類去定義它去加持它 所以我們很歡迎也是很歡迎就是這個 了解我們知道我們的夥伴們都是可以跟我們多做一些交流 你看到什麼或你在suffer什麼都可以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共同一起去交流分享 然後找到一個解法 那我想這也是AI的太陽 不論它從演算法的本質來看 它其實是奠基一個好的基礎上 大家分工合作去發展各自的應用 跟AI做AI這件事情一樣 就是我要把AI成就這件事情 它其實有不同不同的環節 所以它其實用分工的方式 就是弱水我們這裡選擇了用數據的方式來加深這一塊領域裡面 它該具備的一個know-how 各位其實更專精的 其實各位應該都是不論是產品上面的專家 或者是AI演算法的專家 透過這樣的分工合作的方式 我覺得是在AI世代裡面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echo一下Mora剛剛講的就是 因為我雖然是比較後期加入弱水的夥伴 當初早期的我其實真的也是很工程式 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我的AI其實真正能夠有什麼樣的影響力 我就想對AI我是分工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在這裡我真的是可以看到是說 其實在整個我們的弱水的整個團隊的終止目標裡面 就是想要支持我們這些深藏夥伴 所以進而我們也不想要說 這個深藏夥伴它的東西 它是靠人家上幫助的方式 我們希望透過自己自主 我們希望透過自己自主 而且靠自己的力量 創造真正在企業裡面 在商業裡面真正的價值出來 所以那時候我受到林佩根 那個Wow Moment是影響很大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大家多給我們一些交流 建議 然後讓我們更走得更前面這樣子 好,謝謝 然後胡俊剛剛我有看到有人一些回應 然後在問卷裡面 今天分享很精彩 但吃不吃之後還有機會邀請你們 有更多分享 就是實際應用落地 就是實際成功協助的部分 當然當然我們更願 因為剛剛其實大家的分享 昨天我們有跟Mora過一下 就發現其實大家對於數據處理這件事情 真的相當的好奇 所以我也很趕快再去找我們的PM說 你那邊還有沒有很多經典的 然後很重要 可以讓大家了解數據處理這件事情的一些案例 那他隨手信手拈來 就幫我又多加了幾個案例上來 所以我們很願意sharing說 我們怎麼去進行這樣的數據經驗 那只要有機會有場合 我們都可以來找我們 然後也可以透過我們 其實定期也會有發行一些那種電子報 那包含我們一些實用文 然後包含一些我們真正遇到專案商 遇到的問題 這些都會在上面做分享 大家也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跟我們聯繫 那我們是很願意跟大家face to face 然後也可以去討論的 所以透過任何聯繫方式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交流 那也謝謝Tag的邀請 我們也很樂意再來一次做更多的分享這樣子 有機會的話可以跟肉水合作 那不知道用怎麼樣的方式可以聯絡到你們 然後打起互相彼此的一些巧合 OK 那我個人 好現在有我個人的email 那先自吹自擂一下 就先放我的號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透過我個人的官網 官網有 官網一定有mail 所以大家打flow 我的話官網上面有email 那有些更內部就是 你是透過AI Tech 所以想跟指導的 你也可以在mail裡面提一下 我們也會多多關注一下這樣子 對 所以這邊有我聯繫方式 那我們官網上面也有我們的聯繫方式 那歡迎大家透過不同的方式來找到我們 好今天就還有人要提問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真的滿滿的把兩個小時給用完了 已經快接近12點了 今天真的很謝謝佛君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才能邀請肉水來 AirTag來做一些分享 那今天感謝大家的談語就是一早起來 好那我們今天的聚會就到這邊 那如果後續你們還有什麼其他相關問題 想問肉水的話 你也可以Pass給我 我也可以轉答 好今天就謝謝大家 謝謝可以開麥克風跟講師說再見或謝謝的部分 謝謝 好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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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